在今年的4月13号 英国的著名脱口秀喜剧演员叫康尼托 他在表演舞台上不幸的猝死 而台下的观众以为是喜剧效果纷纷的大笑 还鼓掌喝彩 直到五分钟之后 大家才意识到他已经命丧皇权 人生苦短 学佛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想到还有未来 顺利的时候 我们做人做事要如履薄冰 用菩萨的智慧来化解人间的烦恼和争斗 你才能获得心灵的菩提港湾